大家好,这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用石头种的兰花 今天要来跟它画一下质料,画一下容器 当然,顺带的也要跟它修修剪剪 外面这个容器是有一个挂耳的,可以挂起来 里面这个容器周边都是孔的 外面容器是没有孔的 先看它的长势吧,原本是挺不错的 你看根从里面长出了很多,上面也有很多气根 但是我旅行不在家的时候,干得过了,根也干扁了 之前都跟大家说迟一点会跟它换质料,一直没空 现在必须赶紧的换质料 你可以看到它曾经长过很多花梗 现在也有很多叶子 以前还跟大家分享过小细节大隐患去掉一些叶子 现在还有这么多叶子 看上去好像脑太浓重不健康 其实就跟我之前分享过的一样 要跟它修修剪剪,跟清理它的脑叶子 使得蝴蝶蝶蝶更健康 你看这颗养了多年的蝴蝶蝶 一直有跟它去叶子 跟它修剪根 它还是长得挺不错的 修剪了它的根,还可以刺激它 长更多更好的新根出来 去掉它一些叶子 还可以让它的进步更加健康 也可以刺激它长更多新根和新叶子出来 所以不跟兰花换质料换容器 也可以跟它修修剪剪 清理清理 如果要跟它换盆或者换质料 那肯定就是顺带的 跟它清理清理 跟它修修剪剪 以前的质料有一些是发抛椒 为了当初垫高 还有一些就是蓝石 我去叶子通常都是由中间分开 一撕就下来了 这撕开以后你就知道 里面曾经有一些根 长了一下就长不出来 因为叶子的叶饼比较厚 有的根和花梗 可以从这些叶饼里面钻出来 但是有的花梗和根却钻不出来 加上有时环境湿度高 或者淋水不小心 有水浸到叶饼里面 就会造成烂浸 然后细菌感染 浸布烂掉了 拿什么来长根 拿什么来长叶子呢 对吧 我也喜欢把根剪狠一些 前面说到越剪根 它越长根 越去掉叶子 它越长叶子 所以我下手是比较狠的 最后要把这些叶饼清除干净 以免在将来的覆盆期当中出现问题 好多人就是在覆盆期的时候 拿花就出问题了 一起来看看 我跟它去掉了多少叶子 跟它剪了多少根 你看这些叶子都是一分为二的 就是这样子两小块为一片叶子 这里三片叶子了 四片叶子 五片叶子 如果是你舍得去掉五片叶子嘛 这些根是最下面的那一闸 最下面的那一闸根始终是最老最旧的 就这样慢慢剪 把下面最老的根剪掉了 上面它会长新的根出来 把最下面的老叶子去掉了 上面它会长新的叶子出来 这样的蝴蝶兰就会显得更年轻 更健康 这就是我在拆植料的过程了 我在拆植料的过程当中有说 为什么要做这些一系列的 你们想象不到的非常狠的动作 这是自己养了几年的兰花 虽然没有病虫害 但是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 每次拆完植料就跟它消消毒 像这样子没有病虫害的兰花 泡半个小时 如果有病虫害的兰花 可以泡的时间长一点 三个小时左右也行 也可以说泡到它泡泡大部分消失就可以了 泡好以后捞上来 不用清洗 晾干身上的水分就可以来种了 你也可以再用干纸巾 把它身上的水分细干一些 因为我是养在室内的 没有那么通风 所以尽量让它身上干爽 我用的植料有这些石头 是它原本的 不过我跟它高温消毒过的 这里有一点点水 它也不知道等一下用不用得上 也是刚才跟石头一起高温煮过的 另外还有一些植壳 容器是内外杯交贴 外杯没有孔 内杯是有孔的 内杯底下还加了棉绳 作为吸水绳 先在容器底部放一层石头 再放一层植壳 然后再把蝴蝶兰放到容器里面 不过这根有长有短比较难放 干脆就把它卷成一头 再这样放进去 注意尽量的调整好兰花的位置 然后又是一层石头 一层一颗 这样子把它种上 之前的它看上去 楼太隆重 并不是很健康 经过修剪清理 在上盘 整颗兰花就显得年轻多了 健康多了 由于我们在上盆的时候 很容易弄断根基 所以今天是不浇水的 明天才浇水 凡是用一颗种蓝花的 一开始的时候 浮盆器浇水不要浇透 就是从上面淋下去一圈就可以了 等它干透了 然后再淋一圈 甚至你就在面上的容器边缘 喷一些水也可以 然后往叶子上面 物状的喷一些水也行 就是不能把它的水 喷到叶子和进步就行了 等它有新的叶子在长 或者是有新的根间在长 就说明它覆盆了 才可以正常的浇水 不管用什么植料来种 都是这样子照顾覆盆器的蓝花 特别是用椰壳来种的 更要注意 覆盆器不要浇水太多 因为椰壳是比较吸水的 好吧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